我们班跑得最快的男生 我是我们班跑得最快的女生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跑圈 然后我和他跑到了最前面 同学们在后面喜欢到 你们是不是在私奔 我本来很尴尬的 可他说了一句 我媳妇这么好看 等一下被你们抢去了怎么办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们班有一个很高冷的校草 他对女生很敏感 只要有女生碰他一下 他就会给他一巴掌 有一次 校花去跟校草滴大白兔奶糖给校草的时候 还趁机偷摸了一下校草的手 结果被校草两巴掌拍得脑瓜子嗡嗡的 这是旁边吃饭的校草兄弟说 别送糖了 死心吧 他有媳妇了 全班都炸了 问道 谁啊 谁啊 突然校草兄弟走到我面前指着我说 就站在你们面前啊 有一次下自习课我去晚了食堂 发现已经没有座位了 但是校草旁边还有一个位置 很多人都想坐校草旁边 但又被他赶走了 校花走到校草旁边说 哥哥 人家想坐你旁边可以吗 没等校花继续说完 校草一把把我拉到他环里 对所有人说 不行 这是媳妇专做 只有我媳妇可以做 有一次上体育课 男生跑一千米 女生跑八百米 校草跑完后看了我一眼 快笑了一下 了起衣服 露出她的裤肌 所有女生都炸了 我看了也没说什么 也脱掉我的外套 露出我的小背心 好多男生跑过来要微信 这时校草走过来 她要酷实地抱住我说 宝贝我错了 快把衣服穿上吧 她是我的鞋前桌 成绩超好 长得也很好看 学校好多小姐姐喜欢她 我爱恋她一个学期多了 因为我成绩差嘛 老师就让她多教一下我 但其实她在给我讲题的时候 我都没在听 一直盯着她的手 在我书上动来动去 感觉她的手超级好看啊 啊 有次她突然敲我头上说 你听不听啊 看什么呢 当时我脸爆红 作业都没拿就跑了 那天晚自习 她拿着我的作业本 拍我头上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每次在公交车上 我遇到了校爸 他在学校总是欺负我 我心想真是冤家路窄 可是除了校爸身旁 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了 我免为其难的坐了下来 这时公交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我突然栽倒在校爸的怀里 校爸说 宝贝你撞到我心口上了 要对我负责哦 这时司机又说 儿子 我车开得不错吧 有一天 我刚来到学校 碰了一声 全班同学挤上来喊道 小子好 接着校草拿着一束花 走进来对我说 等等 我喜欢你 可以和我处CP吗 我脸红的说 好 校草激动的上来 递动我一下 班主任走进来说 儿子眼光真好 校长走进来说 哦是吗 咱有办公室好好谈谈 我一次我感冒了 在班里一直咳嗽 小妈同舟帮我出了感冒铃 我讨厌那个味道 于是我特别委屈地说 我不想喝 小妈让我喝完 她就给我糖 无奈我只能 勉强喝下去 喝完后我对她说 吵闹 她说闭上眼睛 我就乖乖闭上眼睛 突然她就逼宫了下来说 那 这就是我给你的糖 我是小班跑得最快的人 谁也跑不过我 包括男生 一天我玩大冒学书了 在班上大喊 谁能跑得过我 我就做谁的老婆 班里的人就算想 也不敢吭声 这时我同桌突然说了句 我来 我想她肯定跑不过我 没想到她轻松就追了上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说 老婆 我们要是走得玩大冒险就好了